本來國際大學 今天基盤 學習的新國殿 學長班長感謝這一位學生和協助黨委 好像是萬強調 現在大學生不只是要學習好 還是國中的學務 也是重要的創作 那麼在這些課程裡面呢 老師大概都會安排活動 讓同學呢 用他們的專業 可能很粗簡 但是會用他們所學習到的一個專業 那麼到社區去做各種樣式的服務 那麼這樣做的一個目的是 在喚起我們同學對這個所謂的社會 尤其是周遭的社區他們的一個責任感 我在想這是一個公民素質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郵政司副學長也正為 學生有良好的學部觀念 對將來的社區和這些創作也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呢 我們或許會說在現在 你看到是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是耳後你看到他在職場發展的時候 他具備這樣的一個精神的時候 那麼我在想說他整個一個職業發展 就會受到所謂的他的一個同事 他的一個老闆的一個喜愛 然後從而間接地來阻止他 這個在就業的時候他只要發展成功 本來國際大學的學務學習庫定 一年的新生 大部分都是做成為成為學校和社區的工作 在學友所成後 這又增加各種的專業學務 學生學務的對象 以往是以地圈為主 現在已經漸漸口大字 其他需要協助的國家 記者的意見為長安保德 金卓